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是日本的經濟新聞 今年會有14萬公里的海底電纜要鋪設 是五年前的三倍之多 Google等美國的科技巨頭計畫 今年之後還有四條電纜 要簽到日本 七條到新加坡 還有關島的九條 但是唯獨中國為什麼不行呢 中國在海底電纜網路的影響力 在迅速被減弱 連接香港的三條電纜線 2025年完工 然後就沒有了 會不會影響中國的數據中心建設呢 這個是目前我們看到千公里以上的 海底電纜的數量 深藍色是已經鋪設的 淺藍色是計畫鋪設的 但是你看喔 新加坡 日本 菲律賓 關島 香港 中國大陸還在這邊 2022年美國政府組成了一個電信團隊 就是來破壞你知道嗎 原本這個工程案 應該說這個海底電纜線 應該是中國得標 這個是華海通信 他原本要做這個是連接 新加坡跟法國的亞歐六號的光纜 然後呢 美國就開始使壞了 幹嘛呢 威逼利誘 怎麼利誘呢 美國就向五家電信公司 提供380萬的訓練津貼 威逼呢他就警告喔 這個是中國做的喔 我們要來制裁華海喔 你可能會有投資風險喔 於是乎最後這個案子 就落到了美國的手上 泰博士 現在的海底電纜的通訊 已經不只是我們想像中的 像電信公司這個用途 事實上數據中心的用途更大 雲端數據中心等等 他需要跟這個海外跨境的 這些通訊要一定要靠海底電纜 因為衛星通訊的這個頻寬 沒有不可能那麼大 所以海底電纜現在還是主流 比如說我們現在 我們上網到世界各地的網站 我們台灣出去也都是透過海底電纜 那中國大陸也是這樣子啦 中國大陸是大部分都直接是借到香港 再由香港借到全世界 那未來中國大陸是有需要建設 那從中國大陸到其他地方各地 最近國際上有很多的這些案子啊 比如說這個法國投資的 要從法國拉到這個亞洲的 這個所謂亞歐六號 那美國就出面干涉啦 就是有點像干涉華為 在5G要搶標一樣的 不准這個什麼馬來西亞啊 用華為的5G啊 系統啊 反正美國就是要斷中國的生意啊 他即使不是自己得標 他斷中國的生意他也開心 這個就是美國打壓中國的一部分 我們講過的就是 美國要打壓中國是方方面面 不只是進出口 還有很多海外的這些建設的機會啦 或者是這些海外的這些服務的機會 都是如此 本來中國的華海 華海就是一個做電纜公司的一個公司 是很不錯的 這個華海通訊要爭取這些生意 可是啦 就是被美國應聲攔截 那美國不只是利用本身的價值不高啦 什麼380萬 你覺得中國出不起嗎 說難聽一點啊 這個是小錢啊 可是他是用警告的 你們大家給我看著 我要制裁你 那因為到目前為止 美國還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場 市場大小是跟GDP有關 他24兆的美金的GDP表示 他有24兆的購買力 也表示說他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而且市場的營業規模一定是GDP的好幾倍 所以對於美國來講 他有這什麼叫囂叫後的一個機會 對 所以他壓迫啊 這個法國這家公司 注意到這個公司大部分都跟國家沒有什麼關係 都是民營的公司啊 要拉這條通訊線路 他就逼迫他不准找中國來做 像前段時間在太平洋島國啊 本來中國也要去招攬這個生意 那美國說 找澳洲說來 我們大家一起來弄 大概這個搶聲已經搶到了 用政府的力量進行不公平的貿易 也就是說美國自己的定義 只要有政府介入就不是自由貿易 只要有政府介入就會造成不公平貿易 但是美國自己覺得我是例外 我干涉人家的貿易就是自由貿易 它的定義是倒過來的 那中國這裡這個當然會有影響 不過不必擔心啦 因為你說關島有準備建很多 關島有需要使用嗎 關島根本沒在使用 關島只是中繼站的 應該是過路吧 對過路而已啦 只從關島開始拉啦 那因為菲律賓佔有地利之變 菲律賓用的不多嘛 佔有地利之變 南海 那其實中國大陸可以直接 跟柬埔寨合作 對啊 中柬埔寨合作 拉到柬埔寨去就好啦 對不對 所以中國只是做不做而已 海底的一帶一路 對 海底一帶一路 你拉到柬埔寨 柬埔寨再拉到其他地方也很方便嘛 對 沒錯 看中國要不要投資而已啊 現在中國跟法國關係 還算不錯嘛 對不對 那我們自己做一條 從中國到柬埔寨 從柬埔寨 從柬埔寨 甚至於搞不好 搞不好可以地上地下連線 到了泰國以後 跨過泰國那個半島 直接跨到印度洋去 距離更短 有啊 你說海底電燃 要可不可以拉過那麼短的距離 其實可以考慮啦 可以考慮 不一定要經過馬力歐夾海峽嘛 對 未來會不會有中國突破呢 小進黨幫我們補充嗎 對 補充一下下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就是當初 要在土瓦魯 要在諾魯 以及跟澳洲 連接的這個海底電纜 這個海底電纜 就是剛剛 那個我們的蔡委員 所談到的 美國搶標的這個內容 這個到底是什麼 這個所謂的華海 真正的全名叫做華為海洋 那當初 講到華為就不行 對 那當初呢 競標的有三家廠商 三個國家的三家廠商 第一個是法國的Arcatel 第二個是日本的NEC 第三個也就是大陸的華為海洋 而且華為海洋直接的它的價格 就低於NEC跟Arcatel的20% 這是不是很棒的一個案子 結果美國講了一大堆有的沒的 然後就說這有什麼安全什麼 你們在唬大家不懂光纖嗎 你光纖你只要一切一個角 光纖的起始戰馬上就知道了 而且你馬上就會有光纖能量的缺損 所以然後訊號就不穩定 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 真正的原因 全網獨家跟大家報告 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真正的原因其實 那個中國大陸曾經出的這個展覽 這個展覽裡面有深海海欄膚射 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中國大陸它的海底電纜的數量那麼低 你有把儲弊永屬永興到海南島算進去嗎 你沒有 為什麼 因為你不知道有 那這一個為什麼不給鋪呢 為什麼我們剛剛講 在密克羅尼西亞那裡不給鋪呢 因為中國大陸的科技太進步 對了一定要認知這件事情 不要講說 說我聽了都覺得 我是中國人 我聽了都覺得很害羞 這是真的 因為我拿太多的論文出來 大家會崩潰 其實它的電纜長成這樣 跟我們一般認知的黑色不太一樣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裡面 它這個不是裡面 表面就是水聽器 什麼是水聽器 也就是我這雖然只是海底光纖 可是我可以被動傾聽 傾聽你有沒有潛艦通過 開過去會被發現 或者是水面艦通過 我就聽到了 所以美國 你進入南海的時候 最好 海毛豎起來 那個緊張一點 為什麼 因為你不知道下面 有沒有 中國鋪設的海底光纖電燈 大家好 我是主播賴政凱 你知道膠原蛋白 會隨著軟骨的退化而減少嗎 掌握增強行動力的密碼 35歲就是個關鍵 你想要軟Q軟Q的 就要搞懂你的身體宇宙 雖然我常常寫錯字 所以我就要錯別字 但挑選保健品 倒是沒有錯過喔 一天兩包4D具有 專利膠原蛋白增強行動力 跟我一起上山下海跑新聞 實際研 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購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的原料進口 專利BCP生物活性 平均分子量3000道爾噸 小分子好吸收 重要的是重金屬 西藥檢驗SGS檢測 全都過關 品質把關 有保障 成分單純 零添加 吃了超安心 無論你是銀髮族 還是運動健身族群 都十分推薦 因為這不是要 保養習慣從現在開始 90天的青春有感計畫 打造行動有感每一天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喔 油邦 睡覺 空間 你可以在一起 等於 請問 金屋